喔! 我覺得 等一下大哥你幹什麼 水進來了 水!水!水! 不是大王連特別 是在台灣我們看到這種大王連 算滿多的啦 然後比較特別是在東南亞 很少看到這樣的大王連花池 一般我們看到的都像之前 我去柬埔寨那個小的那種連花 你們有一個大哥 感覺是他養殖的 來來來來 哈囉哈囉 早安 這個池子都是你養的嗎? 對 你會聽得懂中文啊? 一點點 怎麼會想要養大王連 因為一般不是東南亞 比較多都是養那個小連花嗎? 對 本 他只會養大王的味道 嗯 嗯 不過 人就親自在那邊喔 這樣很少 本人親自 喔! 真的 我懂了 像我們在台灣不是 我們會站到那個很多 你看網路上很多照片 不管大還是小孩 都會站到這個 大王連的連夜上面 就站在那個上面嘛 然後他看到大王宮有 但是一般人不能進去嘛 所以你就想要養這個 然後讓人家站在上面 所以你這個也可以站上去 可以 真的嗎? 看到這大王連 相信各位鄉親一定不陌生 他的正確名稱是王連 因為需要高溫高濕陽光充足的環境下 才能生長發育 所以原產於南美洲熱帶地區的 巴西玻利維亞等國 1801年才在亞馬遜河中被發現 也因為王連的葉片是世界上水生植物中最大的 所以更有水中王者的稱號啊 就這一片了 但這片看起來邊邊有點破耶 那個 不影響 對 那個水會進來啦 可是那個你不用怕啦 因為 當然 就沉下去了也沒關係這樣 不是不是 那個水要進來啦 你想喔 如果有下雨的話 水 如果不能進來 它就不能出去 喔 唉唷 大哥這樣解釋是對的喔 一般你們看這個大王連對不對 看頁面 有會感覺 哇 好漂亮喔 好大喔 我跟你講 但實際上 你看它背面喔 好刺喔 你看它這邊 它後面全部都是刺啊 全部下面全部都是刺啊 對 那疊下去 就跟疊到仙人掌蟲裡面一樣耶 它總會 就那個很... 膝蓋都在 大哥 大哥 講的都是 怎麼樣呢 就... 就有點斜啊 這要怎麼放咧 喔 踩在木板的位置啊 你用... 這樣 好喔 我的鞋 OK OK 背對著 來 這樣 喔 欸 就這樣 唉唷 大哥這樣 欸 就... 好就這樣子喔 大哥你確定沒有人沈下去過喔 有一次嗎 我覺得 等一下大哥你幹什麼 你不要幫我走 等一下我把它拉近一點 因為一直在飄出去 一直在飄出去 等一下 前面 這樣子 OK OK了 水進來了 來 水 水 水 確定嗎 確定啦 你... 緊張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刺激 雖然常常看到人家站在大王連上拍照 但是 畢竟每個人的體重不一樣啊 每個葉片的承載重量也不一樣 難免會有點怕怕 不過 聽大哥說王連之所以會有如此驚人的沈重力 除了因為大葉片獲得的福利之外 更多竟是來自於他精巧的葉脈構造 欸 這又是怎麼個說法咧 這跟衝浪是一樣的意思 不能動 現在水這樣越來越多是正常的 對 不然的話那個下雨它都不會 就是... 那個在上面這個很多嘛 但它水越沉 它會流出去當然也會流進來對不對 但它流進來到一個程度以後 我就會下沉了對不對 真的 要踩下沉了 好 喔 安全沒事 我不是怕跌入水裡面 畢竟我水性很好 但重點是 跌進去我跟你講 裡面就真的 完全會被刺到爆炸喔 我起來全身就跟刺蝟一樣喔 Safe 安全過關 大王連水中王者的稱號還真是當之無愧啊 呵呵 一片葉子輕輕鬆鬆撐起六七十公斤 絕對不是問題啊 果然霸氣十足 倒是 這王連雖然一樣出於你而不然 不過它卻是可遠觀也可謝萬言 嘿嘿 因為不太能看能戰 竟然還能吃呢 那現在怎麼... 是不是要把它拿起來是不是 割...割起來 割起來啊 嗯 長一點 好 拿長一點 因為它的在拿背面 它是整節都可以吃嗎 還是哪一個部位 嗯嗯 整段的可以吃了 從下面... 我割喔 好... 那... 這樣一割啊 嗯 啊... 以為它前面是鐮刀啦 一割就割起來了 那你現在怎麼辦 整個拿起來 哇你這個怎麼拿啊 哇哦 你看它這個... 好帥喔 你有沒有看過大王連的背面 不要不要 等一下我靠在這邊就可以 靠著這樣子 靠著這樣子 對對對 對對對 它這個像我們玩那個遊戲 那格子有沒有 一格一格的 方形的 很漂亮 然後上面全部都 不要馬就這種小刺 不要馬就這種大刺 然後這個金更不用講 這個金跟那個... 鞭子的那個荊棘一樣那樣 整個全部都是 而且是長滿耶 不規則的長滿喔 這個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拿給你看 又滑 對又刺 又尖銳 真相大一個白啦 原來王連巨大葉子的背面 全是由粗大的葉脈構成骨架 中間還有鐮刀型的小葉脈 橫隔相連 這種橫向縱向交錯的葉脈構造 非常的堅固 就像是我們常看到的鐵橋 左右兩邊的梁架一樣 支撐著整個葉片 所以世界上有許多機場大廳 體育館場和圓頂建築 在施工設計時都採用了這樣的原理 要說王連是世界上最有貢獻的職務之一 肯定不過分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取金的部分嗎 對 切斷它 這麼好切啊 哇賽殺人武器啊 好... 你看大哥這個切 你看它切啊 你看喔 完全沒有什麼力 也不用...就是這樣 割下去 就斷了 我拿起來給你看喔 哇...好刺喔 我的天啊 後面... 後面... 來...拿刀 可以... 哇... 好多小刺喔 這樣... 這樣... 喔...ok... 這樣... 這樣... 這樣喔 喔...好刺喔 這樣喔 用這樣... 這樣... 喔... 喔... 這樣... 然後這個皮很好吃 皮非常的好吃 喔... 啊...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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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吃一下馬上就流血 喔...好燙喔 它那個... 尖刺啊... 的... 最尖端很細 所以一扎進去以後 它就會斷在你的... 那個肉裡面 欸...皮意外的好剝耶 喔... 這麼脆 等一下大哥 我先讓觀眾看一下這個整個 乍看這個... 切面啊 很像什麼 好... 芹菜 它的... 水分含量很足 一咬下去... 可能因為它泡在水裡面 它水分本身... 精裡面的那個水分... 非常充足 然後... 它味道... 它其實沒什麼味道 哇賽 這大王連根本就像好哲的一樣 可以練為七大武器之手啦 要是沒有像大哥一樣老練的經驗 可能這清爽脆口的大王連精 都還沒品嘗到 就先被刺得不要不要老 倒是這生吃的特殊口感 雖然已經要人十分驚豔 大嫂卻說 還有一道融合傳統泰式料理的 大王連湯 肯定不能錯過啊 它鹽奶味很重喔 然後你看它呈現一點點這個 紫色的顏色 有點像我們西米鹿的那個顏色 這個湯好吃 椰奶味很香 然後它的魚的味道啊 再加它酸酸螺旺池水的那個 一點點酸的酸酸的口感 很好 椰奶的濃郁香甜 混合了大王連的清脆爽口 看似互相充足的口感和味道 卻意外的在嘴裡激盪出火花 就像吃臭豆腐一樣 一定要來上一口台式泡菜啊 那種奇妙的滋味 我想鄉親朋友啊 大家一定懂得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送好禮活動喔